早晨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 是20 24年 1月7日 今天已經是星期日了 這一節 要跟大家 說一節香港市民都應該要關注的事情 就是 這個機管局 好罕有發行 50億港元零售債券 息率是4.25厘 入場費是1萬元 各大銀行也有很多豁免優惠 也有很多費用 不用收 務求 等多些香港市民就去買債券 那麼究竟債券能買不買得過呢 這個問題當然 很多人會關心 因為 投資也是其中一種投資工具 我們 其實想跟大家說一下 為什麼 這個機管局 要出債券呢 就是這樣 原因 就是因為 債券高速 現在 負債過千億 而這個機管局 最近這兩三年 每年那個行政 連同其他的 所有開支 其實 是要成300億 所以 接下來 這個機管局的前途如何呢 有些人會擔心 會不會倒閉 會不會破產 最終會不會自己搞不定 舉手投降 叫政府接管 其實這個問題 我們今節 就想跟大家 做一個詳細的探討 在說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我們的六部曲 以前我們叫大家先進來按LIKE 多點留言 多點活動 多點分享我們的節目 最重要的是我們 希望大家經濟能力許可 就可以訂閱我們的Patreon 如果經濟一般都不要緊 你們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這個我們其實 三年前 已經看到市場 所以我們一直都轉免費模式 希望大家 盡量都不用掃錢 因為 始終掃真銀 也是 肉赤的 一個月 五元美金 人們覺得是節省了 我們也是 這個心態 我們也明白了 有時候大家也知道 經濟環境 大家也看不通 劉福安的錢 旁薪點也好過了 雖然 一個月幾十元港幣 一百幾十元 基本上就影響不了大家 老實說 吃麵也吃了啦 不要吃飯 不要喝茶 吃麵也沒有幾十元 我們其實只是 希望大家如果訂Patreon 就是以你吃一碗麵的價錢 已經可以訂閱我們的Patreon 大家也明白啦 資訊有價 新聞有價 當然我們的評論也有價 這次跟大家分析一下 機管局到底會不會破產呢 這三年的疫情 其實使得機管局 是很嚴重的 因為他 起機場三跑 最初打算600多億 其實 當時起機場三跑 我也提出一個疑問 香港 當時是有需要起機場三跑的 原因就是 香港的飛機真的不夠用啊 你知不知道 每一分鐘 其實 應該說每一分鐘都有飛機升降 這個真的是香港 是全世界 我相信是接近最繁忙的機場 就算不是最繁忙的機場 也是頭那幾位的啦 因為那些飛機 是密到不得了的 每一分鐘都有飛機升降 有上落 我們自己在香港搭飛機 我們離開香港的時候 當時搭飛機 真的每五分鐘就飛一班 每五分鐘就飛一班 而且 經常出現 delay的情況 原因就是 太多飛機排隊了 有時候 等10-20分鐘才可以飛的 建機場三跑 正常來說 是合理的 應該要建的 沒有說不行的 問題就是 香港 很多種工程是互相抵觸的 因為當時大家知道 建一個 廣深港高鐵 廣深港高鐵 即是香港高鐵的時候 要拿一支出來建高鐵 結果 這條高鐵 當時大家知道他們是怎麼銷售人嗎 就是說 現在人們是乘高鐵的 不乘飛機的 既然你又是乘高鐵 所以要建高鐵 不乘飛機 那為甚麼要建機場三跑呢 令到人們覺得匪夷所思 你又說現在人們不乘飛機 那為甚麼要建高鐵 建了高鐵 也不要緊 又建了港珠澳大橋 又是高鐵 又是港珠澳大橋 又是機場三跑 三個工程好像在互相抵觸 究竟哪個鎮 究竟為我們信你哪個鎮 三個鎮都信不過 那就算吧 香港有很多錢 花了啦 花了啦 花了機場三跑 原來後來 賣不到單了 要800多億追加撥款 這個其實也不是很重要 始終大家知道啦 香港有很多錢 有那麼多財政儲備 還有外匯儲備 不怕啦 結果 三年疫情 嚴重了 香港的儲備 已經是用了很多 當然 這個叫做港元捍衛的外匯儲備 還有 但是究竟被中國借了多少 究竟已經有多少拿去呢 我們沒有人知道 香港現在政府 那個財政儲備 只有6,000多億 而今年有1,700億財赤 即是說來多幾年 如果都財赤的話 其實香港政府沒有錢 沒有錢的啦 是不是又要發債 香港有很多錢 最多你不行 我幫你賣掉吧 小小事 濕濕碎吧 現在不是這樣說 現在 他要發債 原因就是他虧本 為甚麼虧本 因為他每年的開支要幾百億 但是收回來的錢不多 去年很幸運 去年 是有個年底開始反彈 他開始 扭規為盈 之前 要虧 幾百億 現在不用了 有6億 但是問題是6億幫不了手的嘛 他一年的財務開支要300億 未來機場三口氣好 還要維護 還有很多金額費用要付 最大的問題是甚麼呢 是收入大減 3年疫情 不能說了 全世界的疫情 問題就是 當人們開放的時候 香港 還是要封關 還是一個很嚴苛的防疫政策 2022年 新加坡 泰國已經開關了 6、7月 日本10月開關 香港還是不肯 還要玩的 航空公司 令到航空公司 徹底放棄香港 當時 在外國的大型航空公司 幾乎徹底放棄香港 很多將香港的總部撤銷 香港office也不開 當然 還有中國的極端政策 除了防疫之外 就是反間諜法 香港的政治環境 令到越來越少外國人 大家有沒有發覺現在大陸 香港 不要在大陸 甚麼遊客也少了 原因就是大陸又沒有錢 大陸下來的那些窮遊 有人來香港打卡 買個漢武包 甚至乎買個飯盒也不捨得 要去拿香港政府派飯 100元吃飯券 然後再拿100元白達通 即是不用錢來香港 這些人幫不了香港旅遊 不僅如此 外國人也不理 現在是外國人不理 現在是外國人放棄香港 人家不來 人家不來 那麼你的機場 你三條跑道 你用來做甚麼 是不是 現在人家轉機都不來香港 大家知道嗎 香港的機場 除了香港人去日本 去附近的地方玩 以及來英國之外 很少外來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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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沒有甚麼外來的航班 你想一下 每年 花那麼多錢 收入又不夠 還有要應付利息開支呢 差一千多元就不用了 你要給多少錢利息呢 現在 處於高息環境 我當你4.25元 不算多了 當你4.25元 你想一下 你付出的利息成本 每年又多50億 差一千多億 我們看看數字吧 因為我們是說一些人說的 唉 你在胡說而已 我們說一下數字 機場三跑去年落成 但是 要找數仍然很長時間 因為 機管局由2019到2022年度的負債只要50億 短短三年間 債務已經急升到過千億 當時機場三跑的預算 其實是690億 後來慢慢增加 去到890億 截至去年 計算利息的負債 已經衝破了1000億 翻查年報 局方當時在19至2020年 總負債只有52億 負債比率是6% 到了22至23年 截至去年的三月底 即是未計今年數 即是去年三月底 負債已經 推升到1028.3億 如果計算1115億的永續債 就有1143億的負債 永續債 是一直續下去的嘛 那裏也是要還的 負債比率已經高達114.7% 是資不抵債 是高於你的資產正值 年內的利息開始 去年的加息沒有那麼厲害 是25.21億 按年升了 180% 今年 利息不是這條數 利息 翻一倍 換言之 三年間 機管局的負債由50多億升至過次億 這個債務負擔多了18倍 截至去年9月底 機管局仍然負債是維持1027億 手頭現金有334億 不是這樣計的 因為 23至24年度的財政 這個預算 要有330億的資本開支 即是說 用這330億的資本開支 只剩下4億 所以他要發債50億 來頂住 不然 機管局之前說 相信無需就三跑的這個系統 何無融資 也不用由政府拿到任何形式的財務擔保 結果現在不行 現在過次的負債怎麼辦 他們 就三跑方案的財務方案 透露 會按共同承擔用者自付原則制定 即是接下來 有三個途徑去賺錢 第一就是向銀行借貸和發債 保留機場營運日利投入項目 以及向離境旅客徵收機場建設費 收多點稅 你收得越多 人物就越少了 尤其是依賴貸款和發債佔了4成9 而透過機場營運日利 即是透過機場賺錢佔3成3 徵收機場建設費 離境稅佔18% 人物比較負uggage 因為更離境安要到日本因為來這裡要去日本理會 GAO Mak an 接下來情況 你的收入會不會會分敦的 因為 機場日利 去年 即是 2023年期的 可能還有一點通關效應 現在已經消失了 事件 生意 Finanz Force planted 其實大家是在機場既知 tag 除了去英國 去台灣或者日本的旺wer 其他的國際航班是很少的 是不是 三跑 現在只是低調跑道都用不完 大家已經明白 所以接下來的收入是不是高估了呢 當你的收入大跌 而你的利息支出又增加的時候 你怎麼還這筆錢呢 我想問一下 過多一年半載 這個經濟 香港沒有氣息 外國人仍然不來 沒有外人來 你機場靠甚麼賺錢呢 是不是 靠炒其油嗎 你沒有的嘛 你不是國泰嘛 是不是 所以呢 我想問一下 你們這個機場 怎樣去賺到錢呢 我想問一下 因為機場很被動的嘛 有客人來才有錢收 沒客人來就不收 現在最大的問題 香港已經沒有了航運中心了 沒有了這個 交通樞樓 因為 這個亞太區的交通樞樓 去了新加坡和杜拜 人家真的不經理 客機貨機會經過你那裏 做轉口 現在不用經理 人家直接去新加坡 去了杜拜 你明白嗎 所以 機管局 接下來的情況 最壞的情況 可能是會 慢慢支不抵債 利息開支 拖垮 加上收入又少 到時你就收1,000元的離境稅 1,000元不夠就收2,000元 你看看那些人走不走 那些人不好了 不如到時辛苦一點過澳門搭飛機 因為澳門便宜一點 有這樣的可能 或者回大陸搭 去深圳搭 搭深圳航空 你真的遲了逼人 搭車上深圳 到時深圳 為了接香港這班客人 直接在深圳 深圳機場 開直通班來香港接客人 在香港各個口岸 接客人上去 你猜不會 遲早會這樣做 所以 香港機場玩完了 很難的 前景很糟糕的 最終 可能要靠政府接管 因為沒辦法 債蓋債 連年虧本 受不了 要政府接管 機場不是不可以倒閉的 這個世界有很多機場倒閉的 因為沒有客人來 你最終要靠有客樓 你才可以營運到的 你是要做生意的嘛 你不是用來做展覽館的嘛 這個問題 其實真的很嚴重 政府現在 如果真的還是有很多錢 就繼續 就繼續 給你 但是問題 政府的財赤 你覺得有得解決甚麼香港的財赤問題 現在香港的問題 不是單純經濟問題 是政治問題 當政治一日不解決 習近平一日不死 李家超不打靶 基本上 香港是沒得救的 既然沒得救 財赤一定是幾年就花了香港的錢 到時 問中央拿回外匯儲備 有沒有得給你 那些錢被壓下去了 沒得給你了 那怎麼辦 到時沒有錢 所以 最終 機場 有機會 出現一個 政府硬頂 到時 是搞不定的情況 而且 最終我覺得深圳機場一定會想辦法 我們 開多些直通巴 加快的頻密 甚至乎不用錢 免費直通巴 就是給你香港客人 去深圳搭飛機 搭深圳的飛機 不用入 不用離境稅 保證 香港機場 即時 更加雪上加上 真的不要說給我一個批中 因為深圳為了吸引香港人 甚麼都做得出來 因為他本身也沒有生意做 經濟接近崩潰 接下來 香港機場 最大的 競爭對手一定是深圳 這節我暫時分析到那麼多 會不會去到那麼極端那麼壞的情況呢 我覺得 就算不中 不會差很遠 大家把這節目傳遞 明年拿出來看看 這節時間 我們先說到那麼多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謝謝 拜拜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ckshack的VPN 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國下 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ckshac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ckshac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六大優點 大家可以 認識一下Shackshack的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人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ckshack的VPN 寸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逆 十分之快 第二 Shackshac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ckshac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ckshac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ckshac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ckshack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ckshac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完成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 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